嗨,欢迎收看谈命为之世界,我是杨阳 宇宙中还有其他存在生命的形体吗? 宇宙中还会有其他文明吗? 科学家们肯定都表示,有的,因为各大型系中都会有各自的宜居带 宜居带到底是怎么样的存在呢? 是不是说明地球也在太阳系甚至是银河系的宜居带中间呢? 这个问题自然不言自明了 对于太阳系中的宜居带其实非常简单 也就是水源分布的区域 如果星体离太阳越近,那么水分的蒸发作用过于强烈 导致整个星球终日处于发烧的状态中 那当然生命就难以存活了 但如果离太阳的距离太远 按照宇宙空间中的超低温状态,水分难以保持液态 甚至曾经有又发现某些星体上的水分比钢铁还要坚硬 想喝口热水还要花费九牛二户之力 那也不利于生命的存活 但是这样的宜居带是单纯的站在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说 还是说整个宇宙都适用呢? 有学者则表示,恐怕只是我们一厢情愿定制的宜居带罢了 因为地外文明很可能根本就不是碳基生物 有可能是某种金属或者是硅基生物 那么当然也不存在什么碳水化合物的形态了 但是有学者认为,只要这些生命还需要能量源 还需要利用能量去转化资源的话 那么每个星星里面出现宜居带是必然的 只要确定了能量源形体 就可以向外寻找该星星的宜居带了 这样的方法对于寻找星星内的生命宜居带 绝对是事半功倍的方法 不知道各位小伙伴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关注TAMMY未知世界留言与我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了